在国大党从马华手中夺下巴都区国席出战权之后 马华今天扳回议局 总秘书拿督张胜文表明 经过和盟党商讨之后 马华将改到上阵假动国席 巴都则确定留给国大党 这也意味着马华在本届大选出征的国席 保持原本的四十四席不变 张胜文今天发文告宣布 马华将派出三十岁年轻候选人叶振豪攻打假动 挑战寻求蝉联的行动党援任议员林立盈 他强调假动过去四十年都落入行动党手中 呼吁当地选民是时候给马华候选人一个机会 打破一成不变的困局带来新发展 请不吝点赞 纱与金轮转磊